中国的确是具备相当强的实力 对,从这次比赛来看 叶昭云的整个状态还是相当的不错 而张宁这一次是出乎意料的打败的 本次大会第一种子公志超 而闯入决赛圈 现在比赛开始 那这两位球员 都属于是身材高大型的球员 张宁他身高跟叶昭云差不多 应该有1米74的高度 叶昭云也1米74 也是年龄上两位选手也是差不多 23、24岁 不过应该在这种大赛的经验上 叶昭云是更加的多一些 张宁虽然说是这支打败公志超 不过他在这种在中国旅队方面 因为他还是不能够是摆在这个非常前三位 前三名的位置 也可能这次的比赛是他一个很好的转折点 叶昭云在前圈半决赛赛事是击败丹麦的马丁 在四强里头呢 唯一的一位欧洲选手 张宁则是击败了中国的公志超 这次赛会首号总子 而进入今天这场的决赛 从这个开局情况来看 叶昭云似乎除了对王连香之外 他对其他的球员打起球来 似乎显得特别的有信心 像张宁这种球员 他好像在场上很容易的就控制住对方 划球直接的四负四比零 那毕竟这也是张宁在全景标赛里头呢 唯一的一次打进决赛 对应该来讲呢 对他这种心理上的一种考验 第一次闯入这个全英赛的决赛 好球 连续三板紧压着叶昭云的头顶后场去以后呢 叶昭云这个调球 而张宁也已经早有判断 轻轻的移钩 非常漂亮的一个底线球 漂亮 可以看到叶昭云这个球的确是头顶区的这个斜线调球 这个球是又快又准 业叶昭云刚才也是主动的失误 张宁夺会发球权 1比5 那其实这一次全景标赛女子单打项目 而在拔墙里头呢 中国已经是占据了5个席位 好球 看到叶昭云的确是在上手的动作呢 是非常的有威胁 平高跟他的这种快速快调 给对方造成的威胁是相当的打 好球 非常的健 6 2 他腿的增长的力的确是非常的强 叶昭云 的确看到整个基本上这个场上的主动权都是一直掌握在他手中 经过多拍的来回混到最终 张宁想在头顶区的一个突破 轻掉一个往前球 很可惜呢 出现了这失误 7比2 8 2 而且论这个上手的技术来说呢 的确没有一个选手能够及中国的野招营 对 叶昭云的确他的上手的动作是非常的隐蔽 而且出球的尖锐性又很强 所以说他的这些这个出手除了这个王莲香说是比较轻易的能够接到其他人的的确是要顶他多拍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说对叶昭云来讲最大的对手呢还是印尼的王莲香 三比八 漂亮 非常漂亮一个正手区一个假动作的直播 直线调球完了以后上网一个又是高质量的错 非常的贴网 在这时间的配合还有这个手伤的感觉都非常的好 对 也就是说叶昭云在有时间给他做动作的情况下的他的球是非常的有危险 张琳本来也是想回进一个可惜 这球没戳进 其实这个球呢张琳是还不到位勉强的一个回球 反而也是收到出几好的效果 对因为双方可以这么讲两个人的位置都不是很稳的情况下的 是叶昭云在接球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失误 再一次出现失误叶昭云 4比9 的确是主动拳完全是控制在叶昭云的手中 张琳球拍现断 看刚才这正手的对角质量的确是非常的高 9比4 而且可以看到就是双方的球员呢都是平时的都会在一起练球 而且对对方的这种了解的也都是非常多 所以说球路上面的变化呢可以说是要随着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再进行制定 不过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叶昭云的这个出手呢 比起这个张琳来讲是更加的有危险 没有过 张琳 5 9 非常可惜 已经是处在非常主动的位置上的时候了 张琳是一个先来一个正手的勾对角 接着又想来一个反派的勾对角 不过第二派的反派勾对角是没有过 看好修两边的披萨 那的确是非常的清脆俐落 10比5也遭引他的赛末点 那刚才呢也是曾经提到 王连湘没有参加这一次比赛 其实也不是他有参加 但是呢他在第二圈的比赛就16强赛是内金是输了给张琳 那刚才张琳这回球呢出现了 失误以后呢令中国的叶昭尹成功以11比5先拿下一局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欣赏第二局的赛事 大家尽欣赏着全一毛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的决赛 那看见刚才经过一局以后呢一些统计 在发短球方面张琳是发了5个短球 发长球方面呢叶昭尹是发了18个 张琳发了7个 发球失误方面呢张琳是有1个 而叶昭尹是没有任何的发球失误 那在这统计来说呢 一般叶昭尹的他发球都是以发高球为主 不过从刚才的整个情况来看呢 这种叶昭尹队的这个张琳 他整个还是处在非常主动的位置 尤其是叶昭尹的这个高球跟批球的配合呢 的确实是是这个对方呢是非常的辛苦 现在这一个这一次比赛 在其他长述的这一些成绩论 张琳就在这16强的赛事呢 就奉上这黄连香 那虽然张琳也是成功以2比1战胜黄连香 那其实也是可以说呢 就几乎是每一位中国的女单选手呢 都有着能力把这黄连香击退 但相反来说呢 就是所有的女单选手呢 要把叶昭尹给击板的确是非常困难 但是呢 只有这黄连香就有着能力 经常能够威胁到叶昭尹 对可以说是一物想一物 这个黄连香的这个脚步好 正好的这个 这个叶昭尹的这个来球的这个质量呢 黄连香可以救 而其他的球员相对点要救起这个叶昭尹的这种 这种上手的这个出球的的确是比较难一些 那张宁在前三圈的比赛呢 也是打相当的不简单 不单三局击败王连香 另外也是把自己的同胞球手代孕 还有公子超给击退 那可以说是连续三场的应战 加上这一场已经是连续四场 能够取得 这进入决赛的权利 对于他个人来说呢 这成绩已经是非常的理想 那看看他能否再进一步 如果能够在这第二局比赛 加上在第三局反胜的话呢 我想呢 取得这全英锦标赛 锦标我想也会引起一阵的空洞 对 第二局的比赛可以看出 张宁打的是比较主动 叶昭尹呢 是自己前面出现了几只输之后呢 开始显得有一些不太稳定 而张宁这个时候抓住机会 非常漂亮的一次正手局的斜线扣杀 无比零倒好心事 张宁刚才自己的夜失误 混发球 1比5 非常可惜 这个球的动作是 也是非常的漂亮 正好这个压在线上 看来张宁的这个两边的这个往前钩对角 给这个夜躁影造成的威胁也是相当的大 夜躁影是夹快了脚步 看先紧压一个平高球 马上往前 加快脚步一个轻轻的拦网 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看出这个夜躁影这个正手局的这个对角 批球了 他的隐蔽性的确是非常的强 明明知道 但是呢 还是没有能够办法救 好 就几次的这个高质量的压底线之后呢 又加一个往前 控制住了整个的这个场面 又慢慢的把比分赶上来3比5 好球 从这一种往前停顿的放球呢 这一种的质量的确是非常的压忍 非常可惜一次很漂亮的往前反拍 想来个钩对角 出现了失误 看来夜躁影现在逐步的又把自己这种 情绪的慢慢的稳定 稳定下来 但是也是往前有机会的时候了 想出一个滚网一点 不过自己出现了失误 4比5 这一段比刚开局的时候呢 是稍微慢了一些 这个球控制球的足度权又掌握在夜躁影手中 刚才这奖杯也是看见 上面呢是刻上了多年来夺取 曾经夺取这拳锦标赛锦标的球员的名字 而目前这阶段呢 看见夜躁影呢 是可以说是反过来 控制了这第二局的形势 7比5领先 虽然这球出界 但很明显的也是看见夜躁影 目前这阶段来说 他主要还是紧压着张琳两边的后底线 对 好球 抢得非常快 对非常的快 在一个点杀之后的上网 快速的拨对角线 看一下 张琳也是怀疑颜色 这一次呢 已经判断到对方来球呢 在头顶区第一时间的一个突击 看这球杀的一个错角 而且非常的边 6比7 哦 可惜 可以说呢 可以说呢 这球呢张琳已经是完全控制了局势 对 对 对 一次很好的往前这个 铺球应该说是得分的球 不过没有掌握好 似乎在出手的内上有一些忧郁 对 对 要求过高 这个球是没有过往 6比7 张琳在第二局的比赛还是落后一分 本来在开局的时候呢 本来在开局的时候呢 曾经有非常好的一个领先优势 5比0 领先 但现在反而落后于叶昭尹 看看张琳的发球 7费 7费 刚才一个发球得分 马上自己一个发球失误 对叶昭音来讲 这是第二季比赛 7比7平能够控制住这场面 需要加快一些节奏 8比7 可以说也是张宁连续自己两个不必要的失误 后底线初见 对可以看出张宁的往前的这个错球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出色 编线初见 其实张宁这种的发短球主要还是想限制叶昭音有这个后场进攻的机会 对 9比7 非常漂亮的一个滚碗球 感觉非常好 也遭引他的赛末点 10比7 来看他能否未免成功 听我多拍了来回 对 中英现场观众呢 替张宁打气的情况下 张宁这个下压球呢也是相当运气的碰网而过 夺回这罚球权 对这个球的来回对张宁来讲呢是 一次很好的机会 落后三分 底线初见 现在对叶昭音来讲的关键是要先稳住自己的正脚 如果说自己连续的失误的话呢 那么很有可能的会被对方给追上来 看看叶昭音最后的一分球怎样处理 两分的差距 可惜张宁也是自己出现不必要的失误 换发球 叶昭音 叶昭音第一次的赛末点 出界 最终中国的叶昭音是成功的在这全英锦标赛 这一次拿下这女单的锦标已经是连续两年 拿下这赛式的锦标 对叶昭音来讲呢是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在全英赛连续两届夺得冠军 今天是可以这么说是打得算是相当的轻松 对得张宁 张宁的确是这次表现是非常的出色 能够连过树光 闯进这个全英赛的决赛圈 中国也是在这女单的项目呢 是包办了这头一二名 再一次恭喜叶昭音 连认这女子单打的锦标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